难过青春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其实现在已经统称叫残酷吧 但是实际上当时我觉得我特幸福 是因为我还有条件去当兵 现在看来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能吃得起来那么大的苦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一个14岁的女孩 然后在诗里面 我是全诗最小的一个小兵 然后呢就所有人都得照顾你 而且我又特别不争气 就因为这个不争气 不是因为我身体底子不好 而是因为太小 现在她想来因为你正在14岁发育 就是啊 当我女儿长到14岁的时候 我看着她我都 哎呀我都不能想象 我当年就这个岁数就走了 我当兵去了 我才能突然想到就是说 那么多人为什么那么照顾你的原因 就我为什么那时候挺不下来 我一直很后悔 我为什么挺不下来 什么事情你挺不下来 就是野营拉链呀 就是要背36公斤的东西 每天走9公斤 你一共那时候也就才80斤 我估计 我就跟我背的东西差距不大 然后呢就是 要跟十七八岁的那种小伙子 就军人 每天要走90里路 然后而且呢都不是平坎的路 都是山路 我会想到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